我們看到南米的國家米露的政治變動 當中大家經營外面 因為這個負責要聽大家的事情 總統這個卡斯蒂岳 想要來改選國貨來比面貪貨 所以失敗 我們也讓人來賜錢 現在落後是由這個副總統 來選賜錢 認識的總統 這個副總統 我們是這個米露 訴訟前幾位 習近平總統 當民眾聽到閉露總統卡斯蒂岳 要求我們罷免 他的姿勢 真相機去走路 拿酒頭給警察 警察用嘴裡的家屬犯罪 現狀起乎是很緊張 另外一陣子 認識說 吃錢的總統總算落台 也在樓梁慶祝 比露總統卡斯蒂岳 採取去檢察總長辦公室 簽輸一些文件 甚至他跟國會大道法 想要改善國會來比面貴方 彈禍 不過國會是沒在負責 但那個案要是持續進行 總共會贊成的有100空一票 環島有6票 企券的有10票 通過彈禍給他罷免 今年60歲的律師副總統 柏魯阿爾特 雖然是9天當任市總統 會做到日空26年 他也是畢露的書上 頭一個陸總統 這是勉露 吃錢買台卡斯蒂岳 進來第三次的檔案 這兩次都因為票數不夠 全無事情 過去這幾年 畢露的政黨一直在換總統 是真不穩定 日空日空年 發生在五天來 有三個總統 重任這種很理性的情形 那本身是老叔 也是工會冷笑的卡斯蒂岳 是一個祖遊人士 日空日一年六月 拍牙有時對手 也就是政總統 丁心他十五行 丁心悔主 卡斯蒂岳做總統 不過在那一段 這年以外的時間 就去向官路大家 公信新聞 五五兩半夜